先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个截图 上面都是英文 中间这个人大家知道吧 内坦尼亚胡 以色列的总理 最近几天一直做咆哮状 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咬 汇英文的犹太经典熟悉的这张图片 您帮着我们翻译一下呗 上面说什么东西 翻译过来大家瞧瞧 就这么一个意思 请问这是要打一场宗教战争吗 就是因为联合国要求无条件停火 以色列外长气急败坏 痛斥这个决议 说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啊 一盎司的价值都没有 甚至说联合国这大楼 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这个外长 你看这凶巴巴的样子 三番五次的逼迫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下台 这个古特雷斯啊 老古同志啊 像只猫一样老实 老实巴交一只老猫 溜边走 说话从来都是温文尔雅 甚至静说一些合了话 两头填和的话 这次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21世纪的人类种族灭绝 就在我们眼前上演 古特雷斯呢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开会的时候 就讲了两句公正的话 无非是说哈马斯这个事情也是有来由的 无非是说应该即刻终止这种人道主义灾难 以色列就窜了 就要求必须把古特雷斯这个秘书长废掉 我请问以色列的官员们 请问是联合国管你啊 还是你管联合国呀 宗教信仰这个东西啊 它是不是一个个人化的东西啊 你私密的事情 我信仰什么你脑子里面的事 对不对 你把现在这个信仰这个玩意儿拿出来 凌驾于现实之上 你要联合国宪章服从你们家的那本书 犹太经典 这个道理怎么讲 只要是个世界稍不如意 你就撒泡打滚 你就枪炮地伺候 自诩文明人类 请问你文明在什么地方 袈裟人在你们看来是人形动物 袈裟人在你们看来连人都不是 你把袈裟人说成是黑暗人类 根据在哪啊 你们过去曾经被迫害过 你们现在如此 这般的不仅是围在一个露天的大监狱里 任意屠宰杀戮 而且还加于语言的羞辱 大家觉得不觉得 以色列这个做法超越了我们的底线 没有办法看下去 号称中东小霸王啊 以色列在中东凶狠 毒辣杀人如麻的表演 我看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 本能的觉得受不了 但是中国有一批风游精啊 有一批受到犹太人 他们便无条件为犹太人这个辩护 我说他们是中国的风游精 一个劲的纠缠 量子纠缠吗 从量子级别纠缠 原子级别纠缠 分子级别纠缠 到一百多斤的这个人 整个就没有了一个做人的基本立场 日夜不眠不休的 讲以色列国如何慈悲 以色列国如何宽容 讲加沙这地方原来就是以色列的 什么时候 原来两千多年前 这个道理怎么能讲得通呢 如果你这个道理能讲通的话 那成吉思汗的子孙 是不是可以呢 指着欧亚大陆绝大多数地方 说我们这些地方都是我们 我们家老祖的 可以这样吗 最近我看中国一些风游精很疯狂啊 看他们最近这十几天的表现 有点呢 疯狂总动员的味道 原来总听人说 犹太资本厉害 犹太资本呢 操控中国媒体 操控中国自媒体 互联网还是怎么着 说他们有撒豆成冰 就撒一把黄豆 就变成冰 说他们有这种能耐 我还不信呢 现在看网上这些风游精的表现 我检讨 然后我得抽自己 司马南尼 真愚钝 你居然不相信 犹太资本操控媒体 你居然不相信 中国的风游精 有很大的能量 拿着不是当理说 无条件的为以色列 今天的大逆不到 种族灭绝行为做辩护 今天以色列国防军 在加沙地带的行为 这两天相当于把电话掐断 把网断信息全部断掉 进到屋子里面大肆杀戮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一些养老爷 连同中国的一些反贼 反倒拿着中国说 还说中国新疆 说中国新疆 种族灭绝 你不是完全瞪眼说胡话造谣吗 我有一个判断 凡是说中国新疆怎么着 说这种话的人 一个都不能宽恕 毛主席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 以色列越是疯狂 美国越是支持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啊 那些妇女儿童 灾难的命运越是能够唤起 全世界人民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大家看看这些小视频 您觉得不觉得眨眼睛 觉得不觉得 您看了以后难过的吃不下饭 我想说疯狂者必被疯狂反噬 我想说二战时期你们所遭受的那种 被人家种族屠杀的命运 本来应该让你们更加体恤那些不幸者 谁想到会出来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观众朋友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怎么理解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